大家好 我是女后妻 左眼5.3 右眼5.1 打小老师就夸我 这孩子都是你 不每天看电视都可惜 于是我来到了TESTV 一看到这名字 我就打心眼里感到亲切 这个哪在哪啊 作为一位之前影音游戏爱好者 脚力最重要的设备是什么 大沙发 牛衣机 DVD 困你们一个个还是TESTV 看电影最重要肯定是TV啊 所以在我今年办了新家之后 您好 请问您需要什么TV 我家客厅30平 沙发到墙的距离2.5米 那65寸四横 我家还有一个PS5游戏机 这是我家最贵的东西了 那得有HDMI2.1 最好得上120盒子刷新率 我还爱看球 可得把运动补偿补偿 我还爱观影 那色彩还原和亮度得提一提 哦对了 千万不要给我有广告 我是个急性子 超过10秒钟的广告 我就急着想跳楼 那降度的时间广告也没放完 那您的预算大概是 那个买个大显示器的话 得3000 我决定自食其力 但是我看过很多评测 却依然选不好一电视 啊 人生也是如此 就像妈妈说过的 没有加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哦 预算有7%千啊 那可选的就多了 我推荐您个牌子 雷鸟 广告没多少 功能少不了 性价比 刚刚的 雷鸟是什么 雷钉鸟鸟 哎呦我 不错了 哦 确实不错 可是这个你介绍的时候 小米刚刚发布了65帧的 OLED电视啊 那个没有HDMI 2.1啊 可是它是OLED的 才3G类存 120Hz都没有 但是 它好薄 屏幕占比很小 有广告 有广告 它是雷总说了呀 它是年轻的第一台 啊 哦雷雷 哦啦啦 98% 马上带回家 如果让我回到那个夏日午后 我还是否选择让它进我家 三个月了 我还是不知道答案 6999 我满意65寸60Hz 没HDMI 2.1 3G内存的电视 我涂什么呀 涂它能当全身镜 我不就涂它个超薄漂亮 OLED 4.6毫米边框什么概念 拿出你的手机 应该比它薄 你想想 65寸也就是1.15平方米 这比别家电视薄个8厘米 四手五入就是富裕出来0.1个平方啊 你这在北上广深 不就相当于白给一个电视嘛 都挂墙了上了 薄好重要吗 重要 这叫视觉重量 电脑没让你手持 你就不喜欢薄的了 看着边框 每天路过嫖一眼 就让我心旷神怡 喂 别人买电视是要看电视 你是要看电视边框啊 黑 是真的黑 之前那些LED电视 眼前的黑不是黑 看看我们OLED 眼前这片乌其骂黑的黑 真的属于是OLED黑 房儿你没开机吧 哦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 拼什么呀 我敲 小米了 这下关节目 还是要看广告是吧 七个算的七个 可以跳过的吧 可以跳过的 拼什么咬你们小米 花了七千块钱 蓝油空气跳过 七个杀人 七个 七个 小米类置了电视系统 这意味着 我不需要额外买什么电视盒子 搞什么应用市场 但是 啊 果然是米 四处不满 付费现金 烂片广告 随处可及 危险危险危险 就算我兜兜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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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终于来到了我的快乐磁盘 打开电影 开始观影 接杯水的功夫 回来就开始爸妈朋友圈投影 一不小心又大意落入陷阱 看小米电视的体验 和我在重庆找路的体验是一样一样的 拨开广告的乌云 还要放置自动锁屏 我遥控翻山越岭 却找不见电影 恨自己怎有相信 年轻人第一台买小米 但愿你没忘记 老 我花了七千块钱 凭什么 算了算了算了 七个 七个七个 之前苦日子过惯了 咱们多大的屏幕没用过是吧 小时候那诺亚洲点不及不照样看拯救大兵 但是哈 科技改变生活 这65寸大屏 咔嚓砸面前 第一眼观感上 冲击 就是最直观的视觉冲击 比黑更黑的OLED 98%的屏占比不用量吧 反正就是一个什么 在OLED的黑海里无边无际 苹果看了都落泪 库克 我就问你惭不惭愧 相机再好 调色CP 出来的片子还是糟糕啊 因为俺也没买过更好的TV了 很难对比出不同电视之间的调色的区别 推荐观众们去更专业的电视频道看看 但是通过和炫目的liquid视网膜 XDR屏对比 小米电视6 OLED明显色彩更鲜艳 这可不是夸奖哈 在观影时 我很难判断演员就是这么面色红润 还是喝了小米粥暖和成这样的 如果OLED屏幕能让色彩更还原 然后调色又给调回去了 这吃饱了小米撑的 作为一个引游体3C观众 电视扩展必须给我做足 6 OLED配了三个HDMI 连上我的PS5 Switch 还能赋予偶尔接个其他设备 但这三个口硬是刀法自然的 没给一个HDMI201 两个USB也没给个C口 我接一个不拔的影音移动硬盘 再接一个随取随用的固态硬盘就满了 网线扩展留着以后给NAS SPDF留着以后给音响 6 OLED在接口上唯一让我欣慰的是 做了一个放硬盘的凹槽 真是看见线就像死心人的救星 同时我的另一身份 球迷 COME ON YOU KING 买的大电视终于不用瞇着眼 在被窝里看球赛 再被手机砸脸了 运动补偿 无拖银 不卡顿 激烈比赛 如临其境 COME ON YOU KING 看球赛直播 不知道是转播方还是电视的问题 开了运动补偿后 经常会有残影 但是看球赛回放 运动补偿效果又十分明显 这属实把我整迷惑了 运动补偿开启后 经常让我想要视力补偿 小米你对得起我预购就买了吗 还有271 还帮我非法2画子好 你赢吗 退钱 当然了 有了大电视不意味着就有了更好的观影体验 乔老爷子说了 硬件是软件的载体吗 我还需要更好的片源 所以现在我每天打开电视就是 啊 不愧是杜鼻视野 不会是 IMAX 4单元扬声器 2×12.5大功率 这音质真的是 要宝要刺 小米啊小米 一让好屏幕印给这音箱忽悠瘸了 你都花7000买电视了再花3000买对音箱不过分吧 你耳机就花3000块钱 你5000块钱买个音箱不过分吧 你一台电脑都花了1万多 你都 几个算了算了几个 我是女后鸡 今天刚开始独居 加了一堆耳机 毫无忧誉 对 独居怎么就用不上耳机嘛 我独居图什么 图 我想这儿洗澡就洗澡 我吐 想蹦跌就蹦跌 想外放就外放 打游戏连卖猴语音 看电影要常不擦耳机 你懂我唇唇 在我购入大电视之后 买台多媒体音箱简直是平上钉钉的事了 但和买电视只求好画质的需求不一样 我买音箱不图多好的音质 那你图什么 就图他能详 那你不如买小米那个无忧 你再给我请那两个字 行 算了 算了 别碍了 我累了 三千预算进贴吧 家庭影院快报回家 耳机烧不尽 音响吹出声 而且放在电视柜上的音箱 那必然是什么 家庭影音娱乐中枢核心 作为一个多机数码宅宅 上要能接电视机 中要能接游戏机 下要能接黑胶机 还得有蓝牙让我随时漫步在音乐天地 那就是你了 漫步者S2000M3 为什么选他 便宜大玩小的吧 多接口大单元 一套下来没多少钱 一前期还没我一台Machelle贵 实木面板也挡不住黑漆马虎的造型 不能说多好看吧 只能说凑合能看 但是我这一摆 什么叫分量 什么叫扎实 一对下来34斤 买了它 让你彻底死了搬家的心 音质先不听 我买它就是冲着多功能 蓝牙5.0连手机 两条RCA线路接我的黑胶机 光纤可以连硬碟机CD机同轴接电视 遥控器一键秒切换 早起蓝牙 手机留媒体开启活力一天 下班回家放个黑胶做做晚饭 吃饱喝足 切到同轴 看看电影打打游戏 不能说对音质有多高要求 但音响对于摆放空间都要求颇高 这么一对 完全足够我在四五十的独居小家里 声声入耳处处可听 而且这声音也不错啊 我可以切身感受到澎湃低音带来的大动态 听音乐 两个15瓦单元负责高音 一台电视配一对音响 满足了我稍微有那么点要求的视听需求 但我也知道 这是一种妥协的满足 我现在依旧受不了繁杂的MIUI TV 缺少120Hz HDMI 2.1 也不知道会对我未来几年游戏体验打多少折扣 OLED屏看久了也就习惯了 只会觉得大屏真清晰 窄边框真顺眼 它并不是冲击性的体验 刀法切中我心 同价位也有更多参考和选择 TESTV给出小米电视6 OLED 主观综合评分6.75分 比起视觉上的日益习惯 漫步者这对音响反而给我日常生活体验有更明显的提升 个人宅家 音乐常伴左右 朋友聚会观影 效果深入人心 它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在我看来已经足矣 TESTV给出漫步者S2000Mk3 主观综合评分8.25分 你这在北上广深不就是相当于给别改电视吗 TESTV BUNNY TRY BEFORE YOU BUY -KESTV-Il -KESTV-ANGER- -KESTV- 感谢观看